棟墓會怎麼樣嗎 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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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對真的真的會 你不認識的人你也會打招呼 因為很多個嘛對不對 就說過去或是開過去 那你就每一個都要打招呼 不是每一個 就這樣打個招呼 然後你跟他們說 你們先離開這個世界 然後再換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還要講這麼多話 對就這樣子 每一個都要講 我覺得你太高威了 真的 沒有真的 以後都不會來招呼 你可以用你的語言說一下嗎 我的語言嗎 打招呼嗎 對 對 我覺得這個人是騙人耶 真的 真的 我不騙你 所以你要一路上 不是每一個 有一群的那個墳墓 很多個對不對 就經過那一區這樣 剛好經過 講一次就好 打招呼 我覺得都是習俗的問題 就從小我們去葬禮 就會被告知什麼都不行 那個也不行 你不能回頭看 那個導致我們覺得 這樣你很恐怖 對 有啊 我有一次 以前那個超級任務 在找人的時候 我也是去 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那我就去找他 我約好幾月幾號去 他想說可以提前兩天去玩一下 去的時候他來接我的時候 他就很不開心 然後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他好像 好像是阿公過世了 臨時的 我說那真的那不好意思 那不然你去忙好了 我自己去逛一逛 他說沒有關係 來了都來了 就叫我跟他回家 然後就 因為他住在東京的鄉下 不知道是哪邊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類似我們在電影 日本電影看到那種 他們的平房這樣子 然後也是啊 因為我是穿得五顏六色 我是去玩的嘛 他在現場找了一個什麼 哥哥的舅舅的什麼的西裝 不合身的給我穿上去 因為他去參加他們的上禮 那他們裡面進去是怎樣 真的跟我們電影看到一模一樣 就是 就是榻榻米嘛對不對 然後他那個 那個阿公的大體就是 放在榻榻米上面 然後 然後子孫就過去跟他 就是說再見的意思 完了之後 他們就在外面吃飯 就是 就是那種也是那種 席地兒坐那種很矮的桌子嘛 他們就在外面吃飯 那阿公的大體就在裡面喔 他們就在這邊吃飯 就像那個電影上看到演的 真的是這樣 是啊 是啊 沒錯啊 那個就是 意思是 那個就是 比如說你剛剛講是 阿公在這邊嘛 然後我們就是家人在這邊 一邊 一邊吃飯 一邊聊他的事情 對 回憶 就是讓他放心的走 這個意思 我覺得 我覺得亞洲這裡文化比較 比較久嘛 這些 因為歷史很久 不像美國 才兩三百年嘛 就是這裡的一些文化 一些習俗 因為比較久 所以可以一直傳下來 像美國兩三百年 不太會有這麼多這些習俗 這些文化 所以我覺得亞洲這裡的文化 很豐富很多 你現在在做結論嗎 對 我們現在在做結論 回憶 掃墓跟 喪士這件事情做結論 但我們剛剛聊的是 到下一個題目 前面都是聊禁忌的東西 比較多跟迷信 那我們接下來就在聊 你碰到什麼事情 會代表是好運到 我第一次碰到 做一個非常印象深刻的夢 我覺得是噩夢 就是我去一個溫泉的飯店 跟我很好的朋友晚上去散步 我在一棵很大的樹上 看到一隻很大的眼鏡蛇 然後那個蛇就突然 對 樹上 然後牠就突然攻擊我 你知道 然後我的朋友就跑 我還一直叫牠 然後我在夢裡面 就聽得牠很清楚 牠跟我講說牠不能過來 因為牠覺得很恐怖 那個蛇很大 然後我就醒來之後 後來我就問我媽媽 我媽媽說好啊 夢到蛇是好的 然後我媽第二件事就是 有咬你嗎 我說有很痛 但夢裡你覺得很痛 他說那會那個 要錢 但後來我就覺得 我覺得有用的是說 那一兩天我有接到的工作 就是第一通電話接到的工作 就六位數 半天就六位數 我就覺得蠻好的 後來一直想要夢到蛇 就都夢不到 但前陣子我夢到一個更可怕 就是我夢到我在去軍校 就還在當兵這樣 那我在夢裡面看到都是學長 叫我去掃廁所 那個廁所一打開我的天啊 我進去一打開裡面 全部都是黃金 那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拿那個水管沖嘛 就沖 結果一撐整個噴 我全身通通都是 在夢裡面我覺得 你在夢裡面都可以覺得 你是聞到那個味道 覺得超噁心的耶 我又打電話問我媽 我媽說 跟你講 這厲害 很結夢的 我媽媽她很... 我跟你講我媽媽她很喜歡 這類的東西 請問你媽媽本身是做結夢的嗎 不是... 我媽媽本身很喜歡這類的細數 媽媽電話留一下 對 然後我就問她 她說這個很好 這個就是也是有大筆大筆的錢 結果你知道嗎 但是我自己覺得其實 有些夢好像是害怕的 或是覺得比較噁心 其實反而好像對... 有些那個什麼蛇 是有人講過 我有一次也夢過雙頭蛇 然後我就覺得很恐怖啊 那是失望光嗎 然後我就跟我爸講 我爸還說你趕快去地基柱拜拜 可是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就沒拜嘛 所以後面也就是... 有咬你嗎 我也夢過... 沒有咬是破菜 我的夢裡面夢到九隻蛇 然後我一隻一隻的 裝到那個袋子裡面 然後一直抓 抓九隻全部都那個袋子 那我就想說 有錢要進來了 後來我醒過來之後 我上網查 他說夢到九隻蛇 進那個袋子是 好準對不對 當下覺得 也太準了吧 那你怎麼會是抓蛇的頭 你應該是抓龜 魚龜啊 可是在伊拉克夢到蛇 是不好的事情 蛇是不好的 對... 在伊拉克如果你夢到蛇 代表說也有很多人討厭你 可是如果夢到那個大便的話 就是好事會很多錢 會很多錢 對...所以伊拉克人 很多伊拉克人 會每天看大便 這樣子看... 要晚上夢到那個大便還是沒有夢到的 那你知道... 你知道女生... 那你們知道女生夢到自己懷孕是什麼嗎 對 不知道 不知道嗎 我前陣子一直... 一直夢到我自己懷孕 好的還壞的先 好的還壞 我有夢到自己一直在生小孩 那如果男生夢到自己懷孕 你就是變態 如果懷孕是什麼 你知道我那天去問了我們 我就那天出發結束 阿龐的媽媽嘛 不是 我都說我最近一直在夢到我自己生小孩 然後那個阿湯哥 我們節目阿湯哥 他轉過來就說 那妳要注意一下妳自己的婦科喔 是婦科嗎 還是范小仁 他說是婦科 是喔 妳那個聽起來就是比較明信 可是我那時候夢完就真的懷孕了耶 夢到自己生小孩喔 還夢到怎麼生都有 真的喔 我覺得他應該跟宗教也有一點關係 可能 因為我們自己夢到... 而且最誇張的是 就是我真的夢到我上面的數字 那個體重計上面寫54 就是醫生說妳要生了 然後很明白看到54 我生的時候真的54公斤 對 很瘦了 對 我有聽說在台灣 如果是鳥那個大便在妳身上 就是不好的運氣 對啊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 對 妳已經... 就是鳥已經大便在妳頭上 妳已經那麼可憐 為什麼還要運氣不好 我們意大利說友們就是說 如果有腦大便在妳頭上 那妳一定會有一個好運氣來 就像狗屎運一樣的樣子 踩到狗屎的 但是在日本好像 踩到狗屎是真的狗屎運 是啊 但是呢 這個是... 不是當然是故意去踩大便喔 過大大便 因為那個日文就是大便 雲狗 雲狗的意思嘛 然後那個還有運氣 雲 所以前面的雲狗跟雲這個字一樣 所以就是我們不小心猜到狗屎是好事 但是當然不能故意的猜答便 對 是不小心的 在伊拉克如果在路上 碰到錢的話 這是好事 碰到錢啦 妳現在放在我面前 我也覺得是好事啊